隋唐英雄传这些改剧本的演员 竟然成就了一部经典 剧中罗承一杆银枪一身盔甲 可以说是八面威风英气逼人 折服了多少少男少女的心 但是饰演罗承的聂远 却在刚看完剧本时对剧情非常不满意 他希望罗承不仅是一名英俊潇洒且武力超群的人 还能是一条有血有肉的汉子 于是他就找到导演表示 希望能把罗承死的那场戏改得更加感动一些 最后的结果也不负众望 简直赚足了观众的眼泪 除了聂远饰演秦书宝的黄海斌 也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作为一部以武打为主的电视剧 肯定少不了骑马的戏份 在拍摄之初 导演原本想给秦书宝骑马的镜头找替身 毕竟不是专业人士 面对高强度的骑马戏份很容易受伤 但是黄海斌却坚持要亲自上阵 因此这部剧中秦书宝所有的骑马镜头 无论近景远景全都是由黄海斌亲自拍摄的 但是还是出了一次很严重的事故 有一次秦书宝正在马上狂奔 突然马开始不听使唤 转头往回跑去 由于惯性作用 黄海斌差点被摔下马 给剧组的人吓得不轻 还有一位改了剧本的就是程咬金了 原著中的程咬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莽夫 成天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 但是拥有一张娃娃脸的林子聪 却怎么也凶不起来 不管他做出多么凶狠的表情 在别人看来 永远都是憨头憨脑的 于是他就向导演提议 演绎一版与众不同的程咬金 在各方的斟酌下 导演也同意让他尝试一下 因此就有了这么一个虽然拥有三板斧 却为人善良可爱的喜剧人程咬金 虽然和原著不同 但确实也不失为一个记忆点 但是这部剧的后面几集 程咬金却离奇消失了 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眼着眼着程咬金就消失了 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在隋唐英雄赚快杀青时 准备拍摄皇帝登基上朝的重头戏 却迟迟不见饰演皇帝的林子聪 当工作人员去林子聪的住处寻找时才发现 早已空空如夜 连人在行李都不见了 这些跟星爷有着脱不开的关系 早在拍摄少林足球时 周星驰就签下了饰演六十弟的林子聪 当时就给他在功夫中安排好了角色 但是在开拍时 却和这边的隋唐英雄传撞上了档器 当时的星爷的电影可以说是炙手可热 林子聪肯定不想放过这个机会 于是他就在两个剧组之间来回跑 但是在功夫要拍两场夜戏时 隋唐英雄传也同时要拍很重要的戏份 于是就拒绝了他离组的要求 但是不同意归不同意 腿却长在了林子聪身上 在他半夜准备坐飞机回上海找星爷时 剧组连忙带了几个人将他堵在了机场 给他进行了一番深刻的思想工作 好说歹说劝他留下拍完程咬金剩下的重要戏份 但他就是不听 最后剧组没办法只能放大凑 于是在隋唐英雄传的最后几集就能明显发现 程咬金的戏份大幅减少 甚至很多清洁都没有交代清楚 可以说是虎头蛇尾了 但是这却并没有影响这部剧的口碑 在当年的中映博览会上 隋唐英雄传可谓是转足了眼球 一家女七家球 光是广东就有七家单位争相购买 最后投资1200万拍摄制作的剧 卖出了3000多万的版权费 可以说是赚了个盆满钵满 但就是这么一部在当年如此火爆的剧 为什么现在口碑却逐渐下滑 甚至被称为被高估了的经典呢 为什么说隋唐英雄传是一部被高估了的经典 2003年播出的隋唐英雄传 投资1200万 最后卖出了3000多万的版权费 全国各地的电视台都争相引进 可以说是炙手可热 但是这么火的剧 为什么现在的口碑却大不如前了呢 抛开一些技术条件和硬件设施不谈 这部剧的剧本改编满满都是槽点 隋唐故事之所以精彩 主要源于16好汉和自觉4猛13觉的实力体系 但是这部剧却直接将这一套体系大部分都毁了 比如四明山一战 在原著中是宇文成都大战 武云照 武天心 雄阔海三兄弟 这也是最精彩的打戏之一 但是剧中所呈现出来的却成了不知名的龙套 直接将天保将军的名号大打折扣 除此之外 该剧的服装实在是过于简陋 除了秦书宝 罗承等几个主角穿戴盔甲 其他的英雄好汉都穿得十分朴素 没比小兵好多少 穿成这样上战场 不是得分分钟被戳几个透明窟窿 不仅如此 这部剧还有一个引起观众不适的人物 就是男主秦琼的官配李荣荣 虽然所有的隋唐题材的电视剧 都喜欢给秦琼安排一位红颜知己 但却没有一个能和李荣荣比惨的 先是因为意外无法生育 后来又遭遇了宇文成都和将士们的轮番羞辱 那场面确实惨得让人揪心 不过除了这些缺点 隋唐英雄传也有可圈可点的地方 尤其是剧里的打戏 黄海冰 聂远 士小龙都有武打底子 剧里都是真刀真枪全权到肉 看着爽感十足 你看过这部剧吗 可以在评论区谈探你的看法